十一柱,如果你不奋斗,你就已经输了,勇于开始,才能找到成功的路。 做一个努力的人,可以说是人生最借实际的目标,是人生最大的境界,万事开头呢,但是如果你认命了,那么你就是失败了,而是你想不想要它,只要你想要你就能成功。 人生要学会沉淀,沉淀经验,沉淀心情,沉淀自己,斩断自己的退路,才能更好地赢得出路。 成功者不是从不失败,而是从不放弃。 下面看看史月注说,穷人能报复的两大行业,一只小行业,二分小经济,从创业的第一天起,你就要去克服任何困难,去应对困难是不能躲避的, 也不能让别人替你去扛,只要你不抛弃你的梦想,你的梦想永远不会抛弃你,坚持是一个创业者最重要的,也是最大的财富,学会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,学会造化自己的思维能力,无论有多苦有多累。 这是成功之路上需必经的磨练,只要你相信他能的他就一定能,你敢去做没有任何困难,可以阻挡到你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感谢观看